记者11日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 考古人员近期确认了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的 辽上金工程北墙的形制结构和轮廓 为揭开契丹辽王朝 营建最早最为重要的草原都城遗址奥秘 提供了新线索 据介绍 本次考古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 辽上金遗址考古队承担 考古发掘面积约1000至1500平方米 确认辽上金工程北墙的形制结构 主城墙宽度为2.7米左右 墙体用夯土板柱而成 两侧均有夯土附属设施 辽上金遗址呈日子型 分南北二城 北为黄城 南为汉城 尽管这里地表遗存丰富 但准确范围尚未确定 辽上金遗址考古队将通过考古发掘 辽上金工程的范围和刑制布局 推进对辽上金布局和发展严格的认识 辽上金皇城 兴建于公元918年 是中国古代契丹政权辽王朝的开国皇都 2012年 辽上金皇城遗址和辽代祖陵遗址 共同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新华社记者李云平 呼和浩特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